大家好,我是光明主播小丽莎 今天的新闻真的是超级惊人 因为宾州警方在短短三天内成功瓦解了一个贩毒集团 一个网上赌博集团和一个赛马补鸡集团 而最令人意外的是 被捕的12个赛马补鸡全都是阿公级人物 最年长的竟然已经80岁了 没错,你没听错 这些阿公们居然还在搞这种非法勾当 警方是在北海地区的一个凉亭内逮捕了这些人 当场发现了下注用的器材 记录和现金约7000领级 不过,这些阿公们的行径还是不被法律所容许的 根据1953年公开长所赌博法令 这12人被延长扣留二天驻查 目前,警方还在调查这起案件 希望能揪出幕后首脑 所以,大家还是不要将钱拿去跟这些非法的阿公们下注 那只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中 好了,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啦 希望你们也能对这起事件保持警觉 不要轻易参与任何违法行为哦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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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